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生後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前局長馬時康說 雖然歐美政界對香港不友善 但本地政商界仍需要組團 去歐美做好推銷講解 這些國家自己都有這樣的法例 為何我們有這樣的法例 它又說我們不行 我覺得是雙重標準 其實商界知道發生甚麼事 我覺得就雖然這些是政客所說的 又不用太過著眼 不過我都向政府建議 雖然我們受到很多制裁 我們都應該商界也好政府也好 都早些團去歐美做些講解的工作 就是夜三條究竟是甚麼事 你不可以坐在家裏就說自己是金融中心 說國際是金融中心 當然要出去 你也好想要出去 Obviously,大家的觀看 你不可以做英文 我們才會死亡 我們才定義的